在中国古代,书籍一直被认为是知识和文化的载体 因此,书籍的传播非常重要 然而,也正因为书籍的重要性 一些被认为具有危险性的书籍被封禁和禁止阅读 鲁班书就是其中之一 在公元前444年,鲁班去世后 记录了他一生精湛的木匠工艺和蕴含玄机的机关术的这作《鲁班书》就被列为禁书 这里面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呢? 其实,当你看看开篇的第一句你就明白了 鲁班身份之谜 鲁班,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 他是一位这名的工匠,被后世的木匠败为祖师爷 他的木工技艺被称为中国古代工匠技艺的巅峰之作 在鲁班的一生中,发明了许多超前于时代的机械和建筑技术 最证明的当属墨斗、云梯、石墨 他的发明不仅在当时引领了时代的潮流 而且对后世的科技进步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更是有一些小众学派的学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鲁班或许是一名穿越者 穿越是指从一个时空跳跃到另一个时空的现象 根据这个假设,鲁班可能是从未来的时空穿越到了古代中国 带来了他的先进技术和知识 这种假设看似荒谬,但却有一些证据和迹象支持 鲁班的一些发明和记忆在当时是非常先进和超前的 甚至在后世也难以超越 在鲁班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 尽管出现了一些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研究 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鲁班发明了木质齿轮和颈抖机械 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就 木质齿轮是一种由多个齿轮组成的机械结构 通过齿轮间的镍合来传递动力和转动力 鲁班发明的木质齿轮采用了原齿直线齿轮的设计方法 这种设计可以有效减少齿轮的磨损,提高传动效率 而在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有了使用简单机械的经验 如损帽结构和滑轮等 但是对于齿轮这种复杂机械结构的理解和应用还非常有限 颈抖机械是一种用于取水的装置 它可以通过重物下落来提升水桶 是一种比较早期的人力提水机械 而鲁班发明的颈抖机械采用了桥式结构和驱赶机构 可以使重物更稳定的下落提升了机械的工作效率 这种机械的设计需要精确的计算和物理学知识 以便确定每个部件的尺寸和位置 而当时的中国,在水利工程和机械制造方面也只是处于初级阶段 对于这种复杂机械的应用还非常有限 可以说,鲁班发明的木制齿轮和紧斗机械 不仅需要极高的数学和物理学知识 而且需要非常精湛的木工和机械制造技术 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技术和知识都非常罕见 鲁班之所以能够发明出这些先进的机械结构 很可能有相当深厚的科技底蕴和经验 或许两千年前的匠人鲁班给现在的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惊喜和谜团 才让后人有了如此大胆的猜想 但是和他的这作《鲁班书》比起来这些都不值一提 鲁班书为何被列为禁书? 鲁班的这作《鲁班书》分为上中下上卷 上卷集中了他的许多发明和记忆 中卷多为道数,下卷是解法和法术 但是这么好的书为什么学习者甚少呢? 因为鲁班在开篇第一章写了这么一句话 欲学此数,必先绝后 是什么导致鲁班在自己的这作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呢? 或许和他的妻子有关 相传,鲁班有一个恩爱的妻子 云士,他和鲁班一起创造了不少惊人的发明 其中最证明的莫过于云士的伞 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时期 那时候远没有伞这种东西 龙芒时期,在田地中耕作的鲁班 正为如何防雨遮阳而烦恼 他在雨中劳作时,常常浑身湿透 日晒时也难免中暑 为此,云士心疼丈夫 决定发明一种能够随身携带 轻便易用的遮阳避雨工具 于是,云士开始了他的发明之旅 思索几日后,他突然来了灵感 把荷叶或者薄布张成扇形 再把它们拼接起来 就可以制作出一种遮阳避雨的简易工具 但是,这种工具还不够完美 云士想要他更加轻便,更加耐用 这天,他看到了路边的凉亭 顿时来了兴趣 如果可以造一个活动的凉亭 鲁班把它带在身边 就能遮雨避阴了 他结合之前发明的简易工具 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叹的设计 活动亭子 这个亭子可以像伞一样收起来 放在口袋里随身携带 同时,它还可以像亭子一样张开 遮阳避雨 这个发明非常实用 受到了众人的欢迎 在云士的帮助下 鲁班成功地将这个发明 推广到了全国各地 人们开始大量使用这种伞 并称之为鲁氏伞 鲁班和妻子恩爱有加 这也为后来的鲁班性情大变 将鲁班书下诅咒有直接关系 传闻当年鲁班妻子云士已经有了身孕 鲁班却被征召到了远方去干活 由于干活的地方特别远 不能在短时间内回来 鲁班为了能够经常见到妻子 于是他想到了一种让他可以回家与妻子相聚的方法 在临走之前,他精心制作了一支墓渊 人只要骑上去念几句咒语 墓渊就能载着他飞回家中 这样他就能够经常回家与妻子团聚 鲁班的妻子云士对墓渊的神奇能力非常好奇 有一次趁着鲁班回家的功夫 偷偷骑上墓渊飞行 但由于云士是第一次来到这么高的地方 太激动导致动了胎气 留下大量污血 血很快就染红了墓渊 由于墓渊是由鲁班使用秘法制成 不能沾染尘世间的污秽之物 一旦沾染,法力就会失效 导致墓渊从空中坠落 云士和他肚子里的孩子一起坠落 不幸身亡 鲁班祖师爷得知此事后悔不已 因为他意识到是自己的发明带来了悲剧 此后的鲁班性情大变 亲手毁掉了很多自己创作的发明 更是在晚年时 在自己的这作鲁班书的开篇第一页 写下了缺一门 欲学此数 必先绝后 观、寡、孤、独、残人选样 方可修行 现如今 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推进 科学技术的进步 也不断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如今 人们已经拥有了更加高端的制造工艺 这也让我们更加能够欣赏和体验到 鲁班祖师爷当年的创造力 和智慧所带来的经验和震撼 现在 鲁班祖师爷的鲁班书 早已不是禁书 他所蕴含的技术和思想 却在不断地被后人吸收和发扬光大 正如我们常说的 古人的智慧不可忘却 新时代的创造力不可阻挡 这就是我们对鲁班祖师爷和他的书的最好纪念和致敬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